郑爽的六部新剧即将上映,除了翡翠恋人,和杨阳的搭档更扬眼。 郑爽,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,非常单纯可爱,从最早的画壁,那个满脸胶原蛋白的小女孩,一直到后来的一起来看刘青语,包括最近两年热播的微微一笑很清晨和下末位置,每一部都让我们看到了小爽的演技,真的非常令人期待。 今年呢,郑爽的六部新剧也即将上映,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最期待哪一部。 翡翠恋人这部电视剧已经拍摄结束很久了,但是受到现韩岭的影响,这部电视剧迟迟未能在国内上映,粉丝们也是等得心交,据说这部新剧今年下半年的军事, 9月份即将上市,单看宣传片就非常的甜蜜加养眼了,粉丝们还是拿好小板凳准备观看吧。 第二部绝密者,这是郑爽和佟大为主演的一部叠战剧,这是小爽第一次拍这种绝叠战剧,相信新的类型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小爽。 云过天空你过心,这是小爽和钟翰良合作的。 小爽清纯可爱,钟翰良帅气无比,相信这部电视剧很受大家的期待。 郑爽和马天宇一起合作的《悲伤逆流成河》,从去年就已经开机了,单听这部书的名字大家都看过,是一个比较悲剧的,只不过电视剧会有所改动,希望结局能好一点啊。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,这是小爽和罗晋主演的,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部高甜爱情剧,相信他俩在剧中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吧。 最后一部就是郑爽和洋洋二次牵手合作拍摄的《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》,因为两个人首次合作的微微一笑很清诚,其中两个人的CP非常吸睛,相信在这部电视剧中,肯定又可以吸粉无数,单看两个人的剧照就相当养眼呀。 你们最期待哪一部电视剧呢?